第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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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好 非常歡迎又來到我們 威神有生素系列喔 我們今天來跟各位介紹一個特別的主題 人類到今天還不知道 當然 問問大家 什麼是我們人類到今天還不知道的事情 事實上我們提到第一個 當然是講人類真實的文明史 各位只知道 現在目前社會上主流媒體也好 整個教育體系交給大家的 也許經過考古時代 挖出來的一些東西 大家在推測 人類 然後 最多是我們這個 從皇帝時代也好 希望巴比倫時代也好 埃及時代這些信息 來填充 填上我們的一些 一些概念 事實上這對人類文明史的真實 是了解的一知半解 這一知半解 事實上這樣的一知半解 也是神有意不讓人類知道 真正的人類文明史的真相 每五六千年 甚至大洪水 聖經 徐王聖經所講的大洪水時代 上一代毀掉人類的 是用大洪水 所以他們留下來 只能留下這個data 可是各位可能不知道 人類被毀掉N次了 百次 千次 萬次 每經過五六千年 七千年 人類都要毀掉一次 因為人間被設計 三界被設計 是顛倒的 也就是凡理 凡的宇宙的正理 所以身在其中的人類 披著人痞的人類 走到後面一定會 敗壞到不可思議 敗壞到如今天2024年 我們講這視頻的 3月25號 各位看到人世間今天還有戰亂 各位知道人類的智慧非常有限 人類的智慧 人類的這種 這種智慧 是非常可憐的 人類敗壞過程 神就會在一定時間毀掉人類 而人類這次到今天為止 事實上神也動手了 只是這些神的動手 被更高的神 創世主給擋下來了 因為這次創世主把所有人類的終極答案 打開給人類了 為何造三界 為何神以祂的形象造人 這些過激不准人類知道的東西 甚至人類真實的無明史 都不准人類知道 因為人類是沒有資格知道的 直到最後 我們今天 創世主開始在人間傳話 把宇宙的所有的天機 為 為披著人皮的這些生命打開 你可能還不知道 你到底是誰 人 根本不知道 也不准人類知道自己是誰 過去 N次的人類文明裏面 就是不准人類知道自己是誰 各位記住 一個地球年 一億年 兩萬次的文明史 類似 將近 人類被毀掉 這麼多次 文明到後面毀掉 有些人類的文明勝過外星人 科技超過外星人 所以人類的文明在這種狀況之下 整個太陽系 許多的衛星 甚至許多的星球上 統統有 人類的基地 沿古人類的基地 這都是小事情 事實上人類到今天還不知道 要求 真正的真相 跟真正的目的 它不是普普通通的行星 那不是 我們還提到所謂的 誰造了三界 為什麼 要造三界 所以這對各個宗教來講 都是彌宗之彌 也絕對不能讓各個宗教知道的 所以今天各位能看到我們這一個視頻 人類到今天還不知道 你是神所顯的人 神在顯人 打開祂的智慧的過程 人類大覺醒的 2024年開始的20年裡面 一批一批的人 被神所顯來 要學習 打開自己的智慧 還要去講 去挽救 喚醒更多的生命 一切萬交的源頭來了 所以各個宗教已經在末晚末節的最後最後最後了 各個宗教救不了人 而且在末晚時期 各個宗教系統敗壞 人類的敗壞 宗教的敗壞 其實宇宙的神 也會敗壞 這是沉住壞滅的因素 導致神都敗壞了 不同層次的神 敗壞了以後 發生了所有天際的事情 其實今天 我們之所以跟大家講 人類到今天還不知道的事 我們當然有答案給各位 就是有一本書 叫做《後起思路時代之望往之往》 各位可以到網路上去買到 你可以到去找到書店 找到歐史書也可以 這本《後起思路》被稱為後起思路是因為 人類在起思路被打開的時候 其實是人類接受龐大的業力的 所謂的人類的終極毀滅 這個所謂的人類的終極毀滅是神 不同層次的神 看到人類敗壞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他就是要毀掉前人類 然後被神 更高的神 偉大的創造主給擋下來 人類有業力怎麼辦 龐大累積下的業力 已經整個地球變成業力球了 所以神就是要毀掉它 創造主承擔了這個業力 轉化這個業力 挽救了整個人類 今天各位還能聽到 我們來談人類到今天還不知道的事情 是各位是比較有福氣的 就是各位的節知是比較強的 神在選擇這樣的人來度 就是能夠維持正義光明善良的 那神在這次把人類終極答案前面打開的時候 我們今天寫的這本 《後起思路時代之望往之往》 希望大家能找到這本書 你就會知道真正的人類無明史 真正所有各宗教 根本不知道的終極答案都會寫在這裡 各宗教不管多少的先人 這些創教者也好 其實都是被神選擇 來引導人類 在一段時間把人類拉住 不要敗壞得太厲害 都是奉神之命 奉創始主之命下來的 生命 不是這一代文明而已 恩賜的過去史前文明裡面 悉悉多多的所謂的古佛也好 西方的這些神也好 都是奉真正的創始主之命來的 所以西方一直在等所謂 MI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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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EAST 最近的復活節EAST 史上講的就是創始主 這位出生在東方的創始主 各位找到後起書 《時代之望王之王》 各位就會找到這個答案 找到答案 你就知道你到底是誰 為何來要去哪裡 這是絕對不能讓人類知道的事情 過去不管多久 多少的宗教系統來 多麼厲害的修煉人 他們通通絕對不知道 我們現在在地球上的人 披著人皮的 到底是什麼樣的生命 這個絕對不能讓他們知道 各位去看這本 《後起書時代的望王之王》 就知道怎麼一回事了 你想知道這些終極答案嗎 你想知道葉球的答案嗎 你就買這本《後起書時代的望王》 而且你趕快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的頻道 你也趕快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這對你的整個覺悟過程 幫助非常大 你將有非常龐大的福報 非常大的福報 你如果真正進入修煉狀態 你的國位層次也是不可限量 我們今天人類到今天還不知道 主要是來告訴各位 跟各位結個言 各位能看到這一篇文章的 這個視頻的 你都是神有意選你 在先頭一起來打開 人類的 這些總極答案 前人類在二十年裡面 從九子離合運開始二十年裡面 前人類會全部知道 在十年的時候就會達到這個情形 而且 達到這個情形各位也知道 從後起書時代至望王之王 你就會知道 你進入一個真正的修煉狀態 你會找到創世主的宇宙根本大化 你會知道你是為何而來 那人世間你的生活不變 可是你智慧是被打開來的 好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也期望趕快訂閱 訂閱我們這個視頻 你可以到前面去看到各種 我們講出來天機的視頻 找到你想要知道的事情 然後趕快分享 無視的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這個是功德不可思議 功以德 這個同時是不可思議 我們就講到這裡 人類到今天還不知道 好謝謝各位,謝謝各位,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漢漢 苦中不知苦 法輪天地下 不舊回歸路 苦海無涯的華路 众生快醒 众生快醒 重返回归路 既然只会 却莫早已无 却莫早已无 凉晨杀年载 好人得真乎 争写不分放天罚 何人必缠除 尽身放大法 得放啊得度 心中垂鸟之上 重返回归归 众生快醒 重返回归归 既然只会 却莫早已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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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